欢迎来到一手篮球 视频数据截止2021年9月8日 他是有着万能交班进攻技巧的球员 他还是被队友评为队中最喜欢训练的人 他的名字叫弗朗茨瓦格纳 2001年出生于德国柏林 身高2米06 臂展2米11 体重100公斤 在场上主打小前锋 也可以胜任得分后卫 现效力于奥兰多魔术队 弗朗茨有个哥哥莫里茨瓦格纳 也在魔术队 他们从小就在一起打球 2018-19赛季 还未成年的弗朗茨在德甲的埃尔巴俱乐部 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 并在低级别的联赛中效力 16岁的他成为埃尔巴职业队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球员 在埃尔巴的56场 德甲和欧洲杯的比赛中 场均能够得到3.8分 3分球命中率为38.3% 2018年入选了德国青年国家队 并帮助德国赢得了15-18锦标赛的金牌 2019年5月 弗朗茨获得了德甲联赛最佳青年球员奖 弗朗茨尽管没有在美国上高中 但也被美国媒体评为了排名第43名的四星级球员 也收到了多所美国一级大学的奖学金 弗朗茨也多次前往美国观看哥哥 在密歇根大学的比赛 他也吸引了当时密歇根大学教练约翰·贝林的关注 约翰·贝林也是将他的哥哥莫里茨 招募到密歇根的教练 并将他的哥哥培养成NBA首轮的新秀球员 当约翰·贝林离职后 弗朗茨拒绝了与德甲·艾尔巴 签订职业合同的机会 被密歇根大学新任主教练 朱万霍华德招入麾下 大一赛季开始前 他遭遇了右手腕骨折 在缺席了36天后首次亮相 本赛季他场均能够拿到11.6分5.6篮板 一助攻1.3抢断 投篮命中率45.2% 三分命中率31.1% 入选了2020年的十大新人阵容 大二赛季 普朗茨打出了14场上双合4场20加的比赛 场均能够得到13分6.3篮板三助攻1.3抢断 投篮命中率47.7% 三分命中率34.3% 率领球队打入了疯狂三越精英八强 弗朗茨两年来在进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特别是持球方面 防守方面同样很全面 那些跟大学的防守能够提升和他有很大关系 2021年5月4日 他宣布放弃他剩余的大学资格 参加2021年NBA选秀 最终在选秀中 被奥兰多魔术队以首轮第八顺位选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